大家好 欢迎来到干净世界 这里是文化事业频道 我是李方 再过几天 2022年就要过去了 2022年的年终 我们来一个大总结 首先呢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谢谢坚强的自己 不管经历了多少辗转返车的夜晚 还是咬着牙走了过来 不管遇到了多少心力焦脆的事情 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所以接下来的新年 每一年 我们都要更加清醒明白地活着 2022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由于疫情的关系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 很多人呢 也都在这一年当中面临着很多生死的考验 这一年 很多人明白了 生下来 活下去 实在不容易 这一年 我也明白了 无论日子多么难过 都要心存善良 人难做 别人嘴里的好人更难做 所以随其自然地活着吧 他人如果想算计 就由他伤脑筋去吧 不理是非才轻松快乐 不惧未言才心安理得 这一年我也明白了 日子久了 不一定生情 但一定能够见人心 人与人之间亲近与否 除了血缘外 还在于是否交心 真心地对待朋友 一定会收获珍贵的友谊 不用去项目别人 时常想想自己所拥有的 才发现自己也过得很好 这一年 我明白了 生命无常 年龄越大 日子越来越少 看着周围一些熟悉的人的离开 让大家更懂得珍惜当下 用心过好每一天 再有 就是关于健康了 有人说 生了一场大病 你就活透了 透彻的透 的确如此 说一千遍好好的爱惜自己身体 都不如生一场病 让你觉悟得更快 其实人生 生死一念间 尤其在2022年 相信很多人对生死都有不同的领悟 学会坦然面对 就是拥有一切 我们从生下来就为了生存不断的忙碌 从白天到黑夜 从年轻到年迈 从黑发到白发 只要自己还有一点力气 就绝不停下 于是 熊猫眼 皱纹 白头发 疾病 便早早地来到了人们的身上 人生原本是苦而短暂的 而这些只会加重人们的痛苦 所以呢 千万别再给自己打空头支票了 对自己好一点吧 身体 心灵都健康 这才是最重要的 心灵的健康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的 金钱 花费了才有价值 存着 就是个数字 人生用心了才是生活 不用心 那叫活着 时间珍惜了就是黄金 虚度了就是流水 未来的美好不是你有多少钱 而是你能否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人生其实它很像在走一条蜿蜒曲折的路 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风景和坎坷 在这条路上 有的人被生活打败了 陷入了沉沦 有人呢 迎难而上 另辟蹊径 人生的路上 与其羡慕成功者 不如好好地来经营自己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请修炼以下这三种能力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曾信息满满地 列出过很多这样那样的计划 读书啊 减肥啊 学一门新技能 去一座发展前景更广阔的城市 换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等等 但是呢 就像那句调侃 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找原路 你可能在脑海里准备好了一切 但是却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开始 这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完美的计划 缺的就是说干就干的执行力 讲个故事 作家毕淑敏 他在上夜大的时候 每天下班都雷打不动地 要穿过五条街道去上课 有一天傍晚 刚好是刮台风 然后又下着大暴雨 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那天晚上呢 他还有课 在那个年代 手机还不是很普及 他也没有办法呢 来及时联络到老师 也就不确定这个课程 是不是会照常进行呢 但是他经过一番思索之后 他决定冒雨前去 可是还没走到学校 他就全身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到了学校 他问了看本的老人后才知道 只有他一个人来了 其他的人都没来 毕淑敏很沮丧 正当他想要离开的时候 老人邀请他进屋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老人询问了毕淑敏不顾风雨前来的原因后 赞赏地对他说 你这个人未来肯定有大出息的 正如老人所预料的那样 如今的毕淑敏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大作家了 听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有没有前途 看他的执行力就够了 你执行计划的速度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有的人尽管天赋异禀 但因区乏行动力 止步不前 结果呢 敏然众人 有的人或许资质平庸 但因为说干就干 不断地积极进去 最终突破重围 缺乏执行力 一切都是空谈 凡事先行动起来 你想要的生活才会不期而至 第二种 不过度解读的顿感力 日本作家杜鞭纯一 他曾经说 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一场生存的游戏 所以必须要有顽强的意志 而要保持或者是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 顿感力又是必不可少的 生活当中 我们会遇到不合拍的人 不顺心的事 有的人长袖一挥 一笑而过 有的人呢 却时时刻刻地放在心上 反复地琢磨 让自己一次一次地受伤 朋友小丽 她是一家公司的文员 平时业务量不大 事情也不多 有一次在茶水间 她偶然听到人力资源部的同事说 公司要新招一名文员 听到这个话 她心里起了嘀咕 这个岗位的业务并不多呀 自己一个人做就绰绰有余了 为什么还要招新人呢 莫不是要把自己辞退了吧 自从听说了公司要招新人 小丽吃不好睡不着了 白天经常跑神发呆 开会时还会偷偷地盯着领导的脸色看 结果呢过了几天 她才知道是公司拓展了业务 成立了新公司 所以要招新人分配到新公司去 真相大白后 小丽终于缓过劲来了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还有一次呢 小丽看到同事拎着一个大蛋糕走进来 就好奇地问 这蛋糕是水送的呀 好大呀 同事说 这是单位的生日福利 你们有吗 她想了想 自己确实没有收到过蛋糕呀 于是她又开始琢磨 难道是自己在单位不受待见 所以没有这个福利 琢磨到这儿她有些失落 之后的工作里也总是心不在焉 后来有一次跟上司 汇报完工作之后 上司笑着对她说 小丽啊 我记得你是下个月过生日 今年公司效益好 给大家安排了生日蛋糕的福利 下个月别忘了去领蛋糕啊 小丽这才知道 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这福利是今年才有的 作家松浦弥太郎曾经说 所谓人生的困境 不过是你的胡思乱想 自己给自己设置的枷锁 其实真正让你困惑的 不是事情本身的难度 而是你对事情过分解读的程度 在地铁里跟同事打招呼 同事因为着急 没有看到你 没有回应 你便以为 是不是同事对自己有意见呢 给朋友发了一段信息 朋友不明白 回了一个问号 你便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 你出差期间 上司请其他同事吃饭 你便认为 上司是不是故意要针对自己呀 很多时候想的太多 会让自己陷入情绪的漩涡 难以自拔 无休止地多虑 不仅影响心情 还会影响健康 与其郁郁寡欢 不如修正内心 保持一份顿感力 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不困于过往的断舍力 曾看到一则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一个卖瓷碗的老人 他挑着便单 在路上走着 突然一个瓷碗掉了出来 碎了 但是老人就像没听到一样 头也不回地继续走 周边的路人感到很奇怪 就提醒他 老人家 你的碗掉了 你不回头看一下吗 老人却说 我都已经知道他碎了 再回头看他之碗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过去的事情 已然无法改变 倘若我们紧盯着他 只会给自己徒增伤感 倒不如放下吧 不困于此 才能收获内心的清静 宋朝有个宰相 叫吕蒙正 他刚当宰相的时候 有个官员 在帘子后面指着他 对别人说 这种人也配当宰相啊 真是好笑 吕蒙正假装没听见 但是吕蒙正的好朋友 他听到了 想为他讨个说法 当对方正想去看看帘子后面是谁 在说的时候 却被吕蒙正拦了下来 好朋友不解 就询问吕蒙正什么原因 吕蒙正解释说 知道了那个人的名字 一定一辈子都会耿耿于怀的 再说了 他们说他们的 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呀 事后这件事情被传开 大家都对吕蒙正敬佩不已 人生路漫漫 不如意是生活的常态 学会不在意 万事不强求 才是正解 要知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看法 却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遭受委屈了 把心放宽 生气就少了 遇到事情换个角度 矛盾就小了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走自己该走的路 保持坚定 维持内心的秩序 才是智慧的处世之道 很喜欢一句话 人生下半场看淡很多事 看清很多人 但依然能够不改出心力 向远看 向上走 才是真正的勇者 走过半生 才明白 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向外求 而是向内找 向内修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再留恋也无济于事 只有把目光向前看 才能活得更精彩 增强不打折扣的执行力 才能把握更多的机会 拥有不过分解读的顿感力 方能保持愉悦的心态 培养不困于过往的断舍力 去迎接未来新的挑战 愿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大家都能拥有 这三种强大的能力 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2022年就要过去了 在这不平凡的2022年当中 很多人都经历了 非常多的考验 接下来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在这里呢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 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